大家好 在今天仍然是一個炎熱的天氣 中午的溫度高 下午的時候 局部性的午後雷震雨 不過這中午的時候 大概早上9點以後開始 這陽光就已經非常強了 給大家一個建議 你一定要防曬工作不能少 如果出去的時候 有時候撐著陽傘也不錯 像今天我出門就帶著陽傘 因為撐著陽傘 你不會感覺到 整個頭頂的溫度會非常高 還有一件事是 補充水分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水分如果不補充的話 尤其在戶外務農的長輩朋友 非常容易會中暑 在這炎炎夏日的 從現在一直到8月份 這7 8月可就是一年當中 最熱最曬的時候 我們先來看什麼 先來看看今天的溫度有多高了 今天最高溫的地方不在台北市 因為台北市快接近中午的時候 天空當中的雲層 就開始發展起來了 所以最高溫在彰化的田中 中午的溫度到達了36.3度的高溫 再來嘉義的溫度也到達了36.1度 所以整個中部平原空曠地區的溫度 在中午的時候都是非常的炎熱 不過下午以後倒是像在嘉義地區 也都有發午後雷震雨 再來看到新北地區 這在新店的側站36度 台北市我剛剛有提到 溫度沒那麼高 因為有雲層發展 所以當快接近中午雲一出來 把陽光給遮住的時候 溫度狀況在中午就在35.5度了 高溫炎熱的天氣 持續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外出活動要注意到防曬 山區活動的朋友 要特別注意午後的雷震雨 說到這個部分 我們先來看看 現在這個時候的雷達 因為傍晚的時刻 有些朋友可能在戶外的時候 就發現到 怎麼雨還沒停 真的 因為有些雲層還在發展 在哪裡 在宜蘭發展 在新竹桃園的山區發展 台北剛剛在6點多的時候 下一陣雨 雨快接近7點的時候 就已經逐漸的在消散當中 另外在中部地區可以看到 彰化這裡也有消散的雲層 另外就在阿里山這邊 也有些雲層發展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個午後雷震雨 最主要都在中部以北 我們從雨量圖上 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南部地區天氣晴 所以今天炎熱的天氣 中部地區午後發展的雷震雨 山區部分多 北部地區 從桃園 新竹山區有 宜蘭從太平山這邊 一路現在在往宜蘭的平原下過去 不過在北部地區的 午後雷震雨相對的 還滿明顯的 今天的整個降雨狀況 最主要就在向新竹的 尖十部分的雨量到168毫米 是比較偏多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 三八號有時候下起來 瞬間的雨量大 那你如果時間不急的話 你就喝個咖啡 吃個點心 晚個40分鐘出門 這雷震雨 一個雷雨包從發展到消散 大概40到50分鐘左右 當然後面還有可能會發展起來 但是你趁著雨小的那段時間出門 也比較安全 我們從這一張 全球的這張雲圖來看什麼 來看第一個來看什麼 太平洋高壓 在地表面上最大的系統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這裡是太平洋高壓的範圍 你利用我說台灣在哪裡 台灣在這裡 這裡是台灣 再來我們注意 北方這裡這一條是封面帶 我們注意到封面 從日本延伸到大陸的長江流域 另外從孟加拉灣這邊 拉上來的水汽 我們注意到 全部都是往北的方向 進入到達了華中跟江南了 所以當太平洋高壓勢力 開始逐漸往西伸展 我們的三八號就會變少 什麼時候 禮拜三 因為禮拜三的時候 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將要開始逐漸減少 來 接著我們來看什麼 來看五候雷震雨 先注意 福建這裡五候雷雨發起來 廣東這邊也是五候雷雨發起來 廣西這裡也有 因為這邊水汽量多 還有一個台灣上空 所以我們可以注意到 整個降雨的形態來說 最主要就在於說 五候雷雨的一發展以後 來 我們把它定格看一下 這一張 這一張最新的一張圖 可以看到整個雲層在晚上 已經開始逐漸的消散了 北方這一條就是封面帶了 封面影響主要在長江到日本 所以這段時間 如果你要跑去日本 或長江流域遊玩的話 江南 華中要特別注意 梅雨季到這些地方 要特別的注意安全 因為十二會有 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在未來幾天 會慢慢的往西伸展 到了禮拜三以後 整個籠罩到台灣上空 三八號變少了 基本上來說 就是一個晴朗炎熱的天氣 高溫上看36度 但高壓這麼一增強 大約就要5到7天一個週期 所以等它減弱 就等到下個禮拜 所以這個週休假期 就是一個高溫 而且炎熱的天氣 所以你戶外活動 特別還是注意兩件事 小心別中暑了 防晒工作不能少 那我們就來看看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溫度了 從溫度形態來說 晚上已經沒有那麼舒服了 因為最主要低溫在27 28度 白天的高溫 北部地區上看到36度的高溫 局部午後震宜有沒有看到 五號震宇變少了 中部地區只有山區的部分 有五號震宇像南投 嘉乙 雲林山區有 南部地區都是晴朗的好天氣 塞巴豪只有在台南山區一點點 為... 想當AI人工智慧工程師嗎 無論你是想學習大數據分析 web後端開發 或想套入... 雨狀況到了下週一的時候 五號震宇狀況才會再增多 而到了外島地區來說 都是屬於比較晴朗穩定的天氣 小叮嚀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重要炎熱的天氣戶外活動 記得多喝水 上午11點到下午2點 是最熱最曬的時候 特別注意 另外五號震宇的部分 在山區部分偏多 如果你在西邊遊玩 看山頭頂上烏雲密布的時候 為了一個好角ργ 先頂起 請 請